企业的各组员工大多是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他们通过网络招聘 校园招聘 人才市场等渠道前来企业应聘 与企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建立受法律保护的劳动关系 并且充分地相由劳动报酬权 休息休假权 劳动安全 卫生保护权 获得社会保险福利权等各项权利 他们的宗教信仰 民族稀疏 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权益 同样依法得到尊重和保障 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强迫劳动问题 据我了解 新疆广富企业已经达到了国际遗留水平 实现了高度自动化和数字化 绝大多数的操作都是由计算机完成的 更是完全没有必要强迫劳动 再次我们敦促美国相关的机构 尊重事实 放弃偏见 停止政治嘲弄 撤销制裁错误决定 消除负面影响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同时 呼吁世界各国行业协会和企业 坚决递质不正当的竞争 加强合作 同性协力 共同推进全球广富产业健康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